HELLO 大家好 我是慘妹 8月6日是我們生活王國成立一周年的日子 8月20、21日我們將會舉行我們的開放日 地址在這裏 大家記得到時上來探探我們 除了探探我們之外 當然我們會有很多優惠 給大家回饋大家這一年來對生活王國的支持 我們到時都見不散 除了貓山王和黑刺榴蓮月餅之外 還有超級香港特色的霜王蓮蓉月餅 還有同一個牌子的流心奶王月餅 即日開始接受月訂 280元一斤的完美花旗心已經很划算? NONO啦 可以再划算 我們圓粒的花旗心一斤都是480元 是不是划算到爛呢? NONO 可以再划算 今次我們有整條樹枝比手指的花旗心 一斤都是280元 280元 今次大家快點來買吧 大飛翰天 現在 全球就緊盯著南西佩洛西 今天 訪問台灣 事實上 今晚我都會做一個專題講南西佩洛西訪問台灣 一天不閉嘴 在這裏 也都關注著美國 因為美國1月6號 現在司法部長 緊咬著特朗普不放 試圖令到他取消選2024年 這個是民主黨 各方面他們想盡辦法要做的事 今天我做節目的時候 就是阿里桑那州一個共和黨初選 其實不單是阿里桑那州 是很多州份的中期選舉 共和黨的初選都是這一兩天 兩天 這個時間 這樣 這一次 就真真正正正看到 建制派 他們對特朗普的美國優先 硬撼一場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舉 這個初選 現在特朗普支持的 州長 州務卿和總檢察長 就是所謂阿里桑那州三大要職的候選人 他們現在的民調都已經大幅領先的就是彭斯 麥康奈爾他們支持的人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阿里桑那州就是當日被揭發的一個重州 不止賓夕凡尼亞州阿里桑那州阿里桑那 跟著到喬治亞州威斯康辛州 事實上威斯康辛州已經有一個決定的最高法院判決 就是說如果你郵寄選票過了一個日子 甚至就是如果你投遞郵寄選票 你一定要在什麼 在郵局那裡投遞 你不能夠在另外其他地方投遞 其實這個就是開始浮現到就是2020年選舉出現的狀況的其中最重要一點 根據這樣威斯康辛州就有可能推翻當日的選舉人票 現在阿里桑那州也是打了很久 我們興奮了很久 但是每次都沒有辦法成行 就是因為州長州務卿甚至檢察總長 他們本身就是Vinal 這一次的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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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州務卿這個職位 是扔了一千百百幾萬出來美金 憑什麼 選一個州長要花一千百百幾萬美金 但是窄了大錢 但是依然大幅這樣落後特朗普背書的人 如果翻天的話 那就會將當日所有的選舉發生的事 會重新這樣再審核一次 分分鐘它會成為了第二個州推翻選舉人票 所以你就看到為什麼這麼重要 而在這裡小切尼已經開始玩完 因為由CNN都不想你選到 結果CNN走了去 江州就是說小切尼的老巢那裡做街坊 問那些人究竟知不支持小切尼出來選 選美國的眾議院 結果大量的市民出來說不支持 簡直有些人在痛罵他 痛罵小切尼1月6日搞局 那當然我英文不好 但是逆的有的 大翻譯時代其實都很有用 當然我看的不是大翻譯時代 但是這裡就見到共和黨的民心背向 現在他們唯一的就是希望2024年能夠阻止到特朗普 而他們推舉出來的就是彭斯 彭斯已經不是試水溫了 但是他們說以後來他們的新書 就是要大爆特朗普從政四年的事 希望借著出書令他挽回聲勢 有些人在網上說 哎呀彭斯試水溫他的民調很低 事實上不是 只要你撇除了特朗普 所以才看到 共和黨的溫和派還是試圖給彭斯 所以才看到默康內爾這群人 將他們所有的勢力他們的票員押到他那裡 但是這一次的亞利桑拿州的選舉 如果大家都同等背輸 而彭斯又輸的話 這樣特朗普就會越來越勢大 而這些建制派就會越來越弱 到11月15日當你壓住到彭斯的回憶錄那裡 到時可能太遲了 其實現在民主黨和共和黨 這些所謂的中間派或者溫和派 他們勾結在一起 就是想推倒2024年 為什麼一定要推倒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他明白 他過去這四年裡面他做美國總統 他的政令不出白宮 當時他簽署了一個F法案 這個F法案就是說 所有的美國公務員 四百萬個美國的公務員 你們不要想著長期犯票 只要你做錯 是有權炒你 將整個民主黨或者共和黨 盤根挫折 在每一個地方 這些公務員連根拔起 因為他知道 就是由奧巴馬 由小布殊 甚至就是克林頓 他們中了很多人 這些全部都是極左人士 他們是千方百計地阻撓整個美國向前行 所以當時特朗普 推出的F法案就是針對這些所謂的公務員 但是他推出了 當拜登一上場 第一時間就廢除了 廢除了這個F法案 那你就知道特朗普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 所以也都不能夠給特朗普再上場 因為大家都知道明白 就是特朗普那四年 他不停靠他的行政命令去指揮國家 而不是真正在議會上 甚至動用軍隊 更加的就是在政策上 是得到大多數的美國人贊成 當然了 所謂的大多數美國人 就是這些公務員 和議會裡面的人 而不是真正的民意 所以特朗普的強大 和他黑人爭 不是他把口黑人爭 而是他想辦法 就是等於你們所說的清除沼澤 將這些連根拔起 結果公規一軌 那你就明白 為什麼在選舉裡面 一定要出貓去剷除他 而這次阿里蘇牙州 這兩天的投票 由特朗普背書的州務卿 和總檢察長 他要求所有的共和黨支持者 要24小時守住郵箱和投票箱 不能夠再容許一些所謂的選舉的事出現 結果大量的共和黨人 這兩天 我相信他們都會在投票箱 在郵寄 郵局選票那裡 他們在郵局那裡做見證 看著整個 不要給共和黨 彭斯這幫人 有機可乘 節目做到這裏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訂閱 課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飛翰天啊 需要大家支持 其實我很喜歡看美國的政治 看左膠的不堪 看一些傳統的 一些溫和的右派 他們撥亂反正 因為我覺得 只要你的道德標準夠強 你點到最後你必定贏 這個是我從小到大 我的教育 我爸爸媽媽跟我說的 但我發覺 原來現在的人不是 現在的人是錢掛水 拜拜